高雄轻轨31号在上班的尖峰时间传出有列车停驶 因为车站旁边的电力设备异常所以进行断电检修 那么其实从台铁的古山站到爱河之星站 这个路段列车都是停驶的 改为公车接驳的方式 由于刚好上班时间而且状况比较临时引起民远 明明是上班的尖峰时间 来到轻轨站却是没车可搭 尽管高杰在轻轨站的看板 以跑马登方式告知改踩公车接驳 还是引起不少扑空的搭车民众不满 轻轨维修人员打开电力设备箱 断电进行检修 原来因为高雄轻轨在内围艺术中心 到美术馆间下行轨道旁的电力设备 31号早上6点半左右传出异常 维修人员前往检视后 尽管初步判定对于营运没有立即性危险 未来安全起见仍然先进行区域性断电进行检修 导致从台铁古山站到爱河之星站路段 列车暂停行驶 该踩公车接驳的方式 其余路段则是正常营运 但离峰时段班距改为15分钟一班 高雄轻轨于C21A内围艺术中心站到C21美术馆站间 下行轨旁发现电力设备略有异常 安全起见高捷公司进行区域性的断电 高捷公司除了加派小巴接驳 也呼吁赶时间的旅客 可以从捷运奥子底站改搭捷运 或是其他的交通工具 记者周慧荣 红荣兵 SNG小组高雄报道